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i 大家好 我是MONICA 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終於回到我喜歡的主題 就是保養的主題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有兩款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的保濕面膜 因為我是敏感肌嘛 其實那種指膚式的面膜 我真的很多都不能用 但是這兩款面膜是 我用到現在真的覺得開價的 好用跟 就是用了不會過敏 蠻基本款的就是我抽屜內一定會有的面膜 然後另外呢 就是 德國來的 德國來的這個 我怎麼一直拿反 Balea 我不太確定 Balea 的膠囊 精華 那它其實是 價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算CP值很高 而且去德國必買的一個 又是可以適合拿來當半手椅 或是你自己可以狂搜購的一款 那我是有用過保濕款的 所以今天也會跟大家做介紹 這個是我朋友去德國玩的時候 帶回來給我的小禮物 好那我剛剛講的那兩款是 這個 就是這兩個我真的覺得好用 今天也會稍微講一下它 然後呢 就是我有一次很無聊 買的 它其實貼起來就長這樣 那我買來現在 我都還沒有打開 完全沒有 我完全是因為 因為我喜歡的是它 這隻 我不是BT21的粉絲 但是我那時候看到他們 自己畫的那個人物 就是看到這個愛心人之後 我就真的超喜歡它 我的鑰匙圈也是它的 所以我看到有它面膜的時候 我就忍不住買了 那這隻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它的筆子是愛心 今天也稍微 就是好玩 介紹一下它 其實他們這個也還是有 像它這個是近白 然後這個是 就是滋養功能的面膜 可是它真的就是小小一片 然後我今天就會來開箱 把它貼在我臉上 對 好 今天介紹的就是這幾樣 比較屬於是面膜款的 好 我們馬上開始看吧 耶 我剛剛不是說馬上開始看吧 但是呢 現在是星期五的晚上 然後剛剛那個開場白是 開場白是我白天的時候錄的 我還沒有錄完我的影片 好 不要再講廢話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是 我等一下會先從這個 膠囊精華 開始介紹 然後我現在是一整天的妝 我也沒有補妝 等一下我就會去卸妝 那這個是保濕的 所以我大概會上在這邊 然後有一個是Q10的 我就上在左臉 再來就是眼部的精華 這是有綠茶成分的 那我就是上眼睛的部分 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等一下會先介紹這個 好 真的要開始囉 go 好我卸完妝了 然後 那我就先從眼部的開始上 它是有綠茶精華的成分在裡面 還蠻多的耶 喔喔它裡面是露狀 就是也沒有到很油 感覺蠻滋潤的 我先讓它敷在這好了 我等一下感受一下 再來就是Q10 Q10是黃色的 我剛剛上眼睛的話 它也沒有什麼什麼香味 沒有 一樣擠出來 這個就真的是油的 那我覺得 因為我臉是乾性肌膚 所以其實我在台灣沒有分 什麼夏天冬天 我都需要用到非常滋潤的 但如果你是油肌或很和解的話 你可能就要小心 因為畢竟精華油 就是這種比較滋潤的成分 可能會讓你容易暴動 所以要 要比較小心使用 好我現在就是把 我覺得這樣有點多啦 但我就是擦在我的左臉 哇 蠻油的 我只有沾一半 現在要洗手一下 但是拿來 可能敷著 或是你過一下下按摩自洗手 然後再上 上一點點乳液 到隔天我猜肌膚應該 浮狂會非常好 但現在是夏天 所以就 除非你真的是在冷氣房 大家應該也不會是開冷氣開整款吧 好 不管它 反正就是我覺得它是非常滋潤的 那在台灣的這個環境的話 真的要小心 對 再來是保濕 我覺得我腦袋一定要ㄎ掉了 我快要不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我覺得床手都是油 好舒服的味道 保濕的跟Q10比起來 它比較沒有 那麼油 拿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真的很滋潤耶 我覺得保濕的超好用的 推 然後眼睛的我也蠻喜歡的 但是Q10就是 可以少量一點用 然後Q10的質地比較稠 但應該蠻適合冬天用的 那現在表面是 等它吸收 這比較油啦 現在按摩起來的感覺就是 這邊比較好推 然後感覺它也吸收的比較多 可能我臉剛也很乾 因為我卸完妝的時候 是只上了一個前導液 眼睛的吸收好像還好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 Q10好滋潤喔 但是Q10的 用完之後 有覺得皮膚的表面 當然是沒有那麼誇張啦 但是我覺得 彈性 彈力好像有 有差耶 好 那我的精華油的部分 介紹完了 接下來就是 我要來介紹這兩塊 跟大家推薦的 我很喜歡的保濕面膜 好那我現在直接把它打開 那打開來就是這樣 好怕它滴下來喔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的面膜紙 非常非常薄 非常 非常 怎麼講 就是你看 很薄 可以很貼合肌膚 我發現坐在沙發上面膜 有一個難度 然後你就這樣子側面撕下來會比較好撕 它的面膜敷起來就是可以到很服貼 當然我技術沒有到很好啦 其實我也很不會貼面膜 可是你看它這邊就可以整個貼合 現在已經差不多八分鐘了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已經有稍微 表面乾乾的都吸收進去了 它真的只要八分鐘 所以就不要敷太久 那我現在就要把它拿下來了 好 應該大家看得出來 我剛剛雖然敷面膜之前 上了那個精華油 可是我的臉還是暗沉的 但是我現在剛敷完八分鐘的 補水的面膜 臉整個變超亮 而且它不會黏黏的喔 它的精華液是完全不會黏的 我真的超喜歡的 然後我接下來就要把它按摩到吸收 那我現在就稍微把它按摩一下 然後再敷整個 我剛剛還是決定 我把它用水輕輕沖掉好了 為了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呈現給大家看 雖然說我這個臉的狀態已經是我 擦完精華油 敷完八分鐘的面膜了 現在摸起來非常滑 而且很明顯就是敷完面膜的臉 我就是兩個加起來 就是氣色好很多 接下來就是開AHC的保濕面膜 然後它裡面它就沒有那層紙 其實我蠻討厭面膜裡面有多一層紙 我就覺得要撕那個紙很麻煩 而且它香味很舒服 這款我也真的超推 然後這一款面膜 現在敷的這個是我出國必備的 因為我只要去到比較乾燥的國家 我一定要敷它 好那這個我就認真要等 好看 15分鐘 15分鐘到了 好看一下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水潤 那這就是我的兩款的保濕面膜 跟大家推薦的 真的是長備菌 是這樣講嗎 長備菌 就是我抽屜裡面一定會有的面膜 然後最後呢 就要來搞笑囉 終於到了最後 好可愛喔 把它打開 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貼到我臉上嗎 天啊好可愛喔 OMG 我剛剛跑去找我妹安迪 然後我們就把這張貼完了 他被我貼滿手 你可以靠近鏡頭一點嗎 然後他現在在翻譯 所以他等一下要用著TATA的 滿滿的TATA這雙手 去打字 我打算把這個放封面 OK 掰 我還有哪裡可以貼咧 為什麼要把自己弄成這樣 耶 好 我現在有點就是突然不知所措 就是我到底該怎麼辦 總之 再等一下下 我們再來做一個Ending 我現在要把它拿下來 感覺一下 就是他敷起來怎麼樣 然後剛剛我手上 我是不知道我有沒有要對他過敏 但是我覺得敷美白 我現在手背上已經開始覺得有點癢癢的 但也不一定是他問題喔 因為我本來就是敏感肌 跟過敏體質 所以 啊 不丟了 所以他有可能 就是是我個人問題 就看看好了 就真的沒感覺耶 對啊 沒有什麼特別感覺 真的就是好玩而已 好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我覺得那個 就是把莉亞這個 還不錯啦 但是其他兩個比較適合冬季使用 保濕的話 是我最推的 好 很抱歉今天就是又沒有上字幕 然後也是走一個比較水型的風格 電視 但是就是 希望 希望我的 內容 好 算了我不要再講算了 不對不對 好 今天的內容就是這樣 那我們下禮拜五再見囉 掰掰 掰掰